另外 祝英代表沈吕荀今天特地回台湾到立法院报告 并且接受立委执询 而向来有话之说的他呢 和立委一来一往应付自如 而被问到潜逃到英国的军情局军官叶梅 是否会寻求英国的政治庇护时 沈吕荀强调不太可能 因为连英国方面都觉得整件事情非常荒唐 祝英代表沈吕荀特地回国到立法院报告台英关系 个性直率的他面对委员们执询 一来一往 谁也不让谁 你脾气改了吗 到六十几岁也许脾气很难改 已经不是自走炮了 已经调整了 但是我一向识问识答 OK OK 好 希望你今天也是心平气和 两人斗嘴斗的胸一旁 外交部次长石亚平 隔岸观火笑得很开心 被问到林克颖 叶梅 汪传普等人 是否能引渡成功 神旅寻演一一说明 台湾还有人寻求外国的政治庇护 笑死人了 我们跟英国方面讲得很清楚 英国方面的人也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两年唯一给我过一个 就是要求我们跟英国 这个司法互助 他要求英国的银行 英国提供他 王传普的银行的资料 如果你把林克颖跟叶梅跟 王传普都引渡回台的话 我跟你按个赞 我谢谢你 我希望你到现在 如果不按赞的话 至少给我们同仁一些肯定 闪电回台就待那么一天 但原本神旅行身边 还有个驻美代表金普聪 只是金普聪临时告假 委员也忍不住酸了一下 小刀不来大炮独秀 少了大家可以看到的刀光剑影 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愿意跟你同台 他怕被你抢走他的风采 我想不至于吧 金方撇清和金普聪没有不合 立法委员们轮番上阵 神旅行不慌不忙 可见做主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